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半导体行业步入下行调整周期,此前高歌猛进的晶圆代工产业逐渐步伐放缓,以应对寒冬。 韩媒最新消息显示,为应对半导体需求疲软,三星电子可能缩减晶圆代工投资。 业界人士透露,三星今年的晶圆投资支出可能低于去年,估计回到2020年及2021年的12兆韩元折合96亿美元的水平。 目前来看,资本支出收敛并未影响三星新厂进度。 近期,三星电子执行长在社交媒体上表示,公司位于美国的泰勒晶圆厂建设进展顺利,将在今年的完工,明年投产。 稍早之前,台积电也做出了资本支出调整计划。 台积电财务长对外表示,鉴于近期市场的不确定性,台积电将适当收紧资本支出。 2022年,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在363亿美元,而2023年,台积电资本预算预计在320亿至360亿美元之间, 其中约有70%分配给先进工艺技术,20%用于专业技术,10%用于封装、演磨等方面。 针对未来产业发展,近期台积电总裁魏哲嘉预测,2023年上半年,全球半导体库存水位将大幅降低,并逐渐平衡到健康水平。 他预计,2023年,半导体产业市场产出将下滑4%,晶圆代工产业则减少3%,联电同样谨慎看待当前产业现状。 台湾工商时报报道,联电在1月中旬法说会中表示,由于客户积极调整库存,联电今年首季晶圆出货预估计减17%至19%,产能利用率预期降至70%,毛利率降至约34%至36%,但预计晶圆代工价格维持不变。 联电财报显示,去年第四季度合并营收既减10.0%达678.36亿元新台币,较前一年同期增长14.8%。 虽受半导体去库存化影响导致产能利用率降低,但去年合并营收2787.05亿元新台币,归属母公司税后纯役871.98亿元新台币,同步创下历史新高。 联电预期,第一季度产品平均售价渴望持平表现,今年全年产品平均售价也将维持稳定,由于市场普遍预期的价格下滑。 联电总经理称,目前看PC手机消费领域持续疲弱,预期库存调整持续,不过价格会维持稳定。 2023年,全球经济疲软,客户的库存天数高于正常水准,订单能见度偏低,客户库存天数高于正常水平,订单能见度偏低,预计第一季将充满多重挑战,估计要到今年上半年才会落地。 为应对当前的景气低迷,以进行严格的成本控管措施,并尽可能地推迟部分资本支出,但中长期来看,仍预期成熟制成,结构性产能不足情况,会在下半年之后逐步显现。 此外,联电去年下半年将部分资本支出延至今年,所以联电2022年实际资本支出将至约27亿美元,但今年则增加至30亿美元,因此预计今年投资若全数到位,同比增长约11.1%。 此外,去年第四季度联电晶圆出货量比前年同期减少14.8%,整体产能利用率降至90%,但平均售价略有上升,对营售的冲击有所减缓。 业内人士表示,若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下,即使降价也无法刺激更多的需求出现,因此,厂商可能选择拉低产能利用率,控制产出,以维持价格。 除联电外,利基电今年第一季度营运展望保守。 产能方面,去年第四季度产能利用率约七成多,因DRAM平均售价接近成本,不会再用以填补产能,预计今年第一季度产能利用率将降至六成多。 资本支出方面,近期利基电总经理表示,公司今年资本支出估计约18.4亿美元,主要在铜锣厂投资78%, 其余则维飞铜锣厂与部分八英寸厂投资。 若相关投资到位,投资金额较去年有望增长183%。 台湾《经济日报》1月中旬报道,半导体分析师陆幸之表示, 此次晶圆代工下行周期厂商的资本支出还是砍得不够,将会让今年下半年到2024的复苏相对温和。 此外,今年除了台积电外,大部分晶圆代工厂将衰退8%至12%。 陆行之此前,曾预测,今年上半年底不产能利用率应有66%。 他认为,目前来看台积电,连电都应手得住,但其他纯8寸的就不太行了。 主要原因是8寸之城当初缺货最严重,所以客户疯狂构建库存。 陆行之指出,这次晶圆代工下行周期主流产品代工价格还算稳定,主要是通膨、半导体制造成本持续增加。 多增加库存对未来复苏并无益处。 据其介绍,这次晶圆代工下行周期,毛利率从高点下滑10-15%比较正常,与过去二三级别厂商动辄不如亏损不同。 毛利率下滑,主要是折旧费用及研发费用占比提升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1月中旬研究数据显示,2022年,台积电继续主导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。 市场份额从第一季度的54%增长到第四季度的60%,而其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持平或下降。 数据显示,2022年第四季度三星代工厂、联电、格罗方德、中芯国际、分裂市场第2-5位,收入份额占比分别为13%,6%,6%,6%,5%。 该研究指出,2022年,全球逻辑代工行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7%,但消费需求疲软以及IC库存高企给2023年带来了巨大风险。 Counterpoint预计,2023年,全球半导体代工收入将下降5%至7%, 2022年第四季度平均产能利用率将降至2022年水平的75%左右。 尽管台积电2023年上半年的业务也将受到库存调整周期的负面影响, 但Counterpoint预计该公司不会放缓在先进制程或海外设施的扩张。 长期而言,Counterpoint认为,在2023年上半年下跌后,其增长前景应保值不变。 据台湾电子时报消息,有半导体设备业者表示, 已在美国和日本建设晶圆厂的台积电称, 正评估在欧洲建制车用特殊制程晶圆厂的可能性。 其实,数月前供应链早已盛传台积电, 两年来已多次派遣团队前往德国评估, 并与欧盟及德国进行协商。 消息人士透露的台积电可能建设的这一工厂, 大概率就是此前已传出的它们将在欧洲建设的晶圆厂。 其实,早在2021年的2月份, 也就是在台积电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之后9个月, 宣布在日本建厂之前9个月, 就有行业观察人士认为台积电, 有望在欧洲建设先进的晶片工厂。 而在2021年的12月份, 台积电当时负责欧亚业务, 县主管人力资源的资深副总经理, 透露他们正在同德国就潜在的建厂仪式进行洽谈。 目前,确定12英寸新厂落脚Dresden, 主要是当地已有英飞林、格罗芳德与博士等进驻, 形成半导体聚落。 并在制程方面, 先从28奈米、22奈米制程开始, 此为车用的重要节点, 欧盟、德国所期待的16奈米、12奈米及7奈米、5奈米以下 更先进制程, 则是后续再谈, 对台积电而言, 必须要有更为优厚补助条件及订单规模支撑, 才能继续往先进制程推进。 据了解, 双方合作模式接近日本雄本厂, 除了政府补贴一半外, 盛传也将有德国大厂入股合资, 以分散台积电在德国建厂多方风险。 至于台积电最终是否会在Dresden建厂, 以及所建设的是否就是传闻已久的欧洲晶圆厂, 在他们正式宣布时就会揭晓。 但如果建设, 就将是台积电在欧洲的首座晶圆厂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